Hello,同学们好,同学们好,欢迎来到大鹏教育,欢迎来到美妆天天恋,看一下今天这节作业点评课,我没有收到一份作业,很开心哟,微笑,不生气,算了,不生气,我今天上课之前就想我不能生气,我给你们分享一点别的知识,不要生气,生气不好,生气容易变老, 变老就没法跟你们上美妆课了,好,今天是一节普通的作业点评课,因为普通道没有一份作业可以让我点评,我是菲菲老师,忘了说了,你们认识我,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程导学,这个流程还是要走的,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天能够掌握什么样的课程目标呢,希望大家可以聊聊天,拉拉管,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课程目标,你狂刷表情包什么意思,这位同学,咱们已经上了好多堂这个课了,说正经的,好多堂这个整体妆容教学课了,希望看回放的同学们,你们已经掌握好怎么日常把自己变得美美的,把自己变成小仙女了,希望同学们不交作业,但是你们已经掌握了,已经get到这个美妆技能了, 对不对,然后这几节呢,可能相对来说有一些些的小难度,因为比之前呢,多了一些这个主题上面的妆容,这个音乐剧上的,话剧上面的,这个舞台上面的妆容,接下来的几节呢,咱们会有古风造型,以及这个和风造型, 还有抑郁风情造型,还有cosplay,王者荣耀里面的那个人物,我虽然不玩王者,但是我给那个王者荣耀画过,画过妆,画过那个叫小乔的,小乔,还有个叫鱼姬,原谅我年纪大了,我不大玩游戏,咱们后面也会学到这些妆容,同学们在社团里,一些那个cosplay的时候呢,也可以给自己画一个那样cosplay的妆, 也是很简单的,都是在咱们前十节的基础上,前十节不就是一个五官的这个刻画吗,这个非常细致的讲解,然后后面呢,就是整体妆容教学,都是在这个整体妆容的基础上,我们去叠加,或者是减少,有轻有重,有强有弱的,这样去对比着进行的不同的妆容,欢迎勾勾,勾勾同学第一次看到,还有高迪同学,高迪同学之前来过, 现在走了,还有西瓜先生,西瓜先生是老朋友了,好,我们今天这节课呢,就来聊一聊,关于这个明星们,明星们,他们不同的脸型,不同的气场,他们所用到的这个妆面,妆面的不同, 这是我给自己,送给我自己的,作业典型课,没有作业,这是我送过自己的这一张图,算了,不生气,算了,原谅你们了,我还是爱你们的, 这个是那个狮王的去豆糕,之前有同学私信我,他整天熬夜,一个19岁的男孩,整天熬夜,然后晚上呢,学PS课,会熬夜,然后是个油皮,容易长痘痘, 给你推荐这个狮王的去豆糕,是一个日本的,然后价格也不是很贵,咱们学生都可以接受,在你物理疗法没有作用的之后,你可以选一个这个糕去抹一抹,吃一下青春期的豆,还是年纪小啊,青春期才会长这个,那种农包型的豆, 切记,千万不要用,去抠它,不要去挤它,那样会留下疤的,留下疤就是带一辈子了,你们现在有豆,只是这两年会有,过了青春期就不会有了,想有也不会有,青春豆,青春豆,这个豆呢,又分严正,严正的和非严正的, 到时候我们过几节再给大家讲这个豆豆的区分,不同的豆,到时候会放的PPT,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不适, 认识吗,有认识的吗,同学们,我把我放哪儿,我不想放它定后头,孔孝珍,她是气质非常好,穿衣打扮非常好,之前很开心有人说我长得像孔孝珍,还真不认识啊,真的,之前有人说我长得像孔孝珍,但是她很瘦,她很瘦,但是有人说我长得,笑起来长得像她, 我们看一下她的妆容啊,非常有气场,虽然画的妆的地方,妆感都比较弱,这个画的地方很少,但是呢,就可是很有气场啊, 咱们同学也可以画一个这样的妆,她的眉毛呢,不是很细,不是特别的有形,是不是粗粗的一字眉, 咱们出门,日常,上学,上课都可以画这个,欢迎小可爱,她这样的妆,主要是她这个妆感啊,为什么有气场呢,就是这个唇色,唇色用了一个深的姨妈色,咱们也有这个颜色,妙巴黎的, 主要是唇色,肯定是用的一个哑光的口红,然后眼线呢,她每次不管是在上镜的这个影视剧当中,还是拍平面,她从来没有画过那种特别粗,特别烟熏的那种妆, 都是画一个细细的上阳形眼线,啊,这就是她的妆容特别,就像妮妮,呃,不管画什么妆,都是一个慵懒的眼神,贴一个假睫毛,啊,贴一个自然性的假睫毛一样, 然后她的妆呢,最有特点的,就是在这个小小的细细的上阳形眼线上,啊,我也喜欢这样的妆, 然后别的地方呢,就是腮红,看她也是修饰一下自己,呃,较宽的脸型啊, 跟我比当然不是很宽了,但是为了凸显脸型,腮红也是用的这种斜角腮红,分析一下, 她的衣服,她的衣服,咱们后面上服装搭配的时候会给大家讲一讲这个服装, 那个怎么,平时怎么穿才会好看啊,包括男生怎么穿,女生怎么穿,还有拍照的时候怎么穿,啊, 咱们以后去影楼工作,包括这个影楼每一个造型的服装搭配都是由化妆师去,去搭配的,啊, 我们也要学一下在平面拍摄中我们怎么样去搭配服装,还有包括这个颜色的冷暖, 我们在服装上怎么样去让她更加的微妙可爱, 西梦瑶,来回跑,看一下我跟她们同框是不是显得特别弱, 西梦瑶这个我把它围密上摔倒的放得很小,放得很小,给大家提醒一下, 有的人不认识西梦瑶,但是你看这张照片没有不认识的吧, 眉密上摔倒的照片,然后她的妆呢也是,啊,咱们观察这些平面拍,平面形象照的这个拍摄, 眼妆没有特别浓的,啊,嘴巴都会特别有形, 然后眉毛也是干净利索,啊,一字眉干净利索, 然后眼妆只是一个很自然的内眼线, 然后眼影呢用了一个哑光的大地色眼影, 画了一下眼眶的地方,是不是啊, 强调了一下眼窝,啊,显得眼睛更加深邃, 但是呢这个妆感就很弱,就是裸妆,这就是裸妆, 遮了一下脸上的瑕疵,当然也是靠后期啊,遮瑕, 遮瑕的话,咱们在平面拍照中也是会稍微看出来的, 沐夏同学,欢迎你,好久不见呀, 今天就是来聊一聊这个嘛, 脸非常白,西梦瑶她身上也白, 看她走秀就能看出来,身上也白,脸也白, 所以我们同学一定要做好护肤, 趁年轻保养好我们娇嫩的肌肤, 好久不见,对啊,沐夏同学是不是最近在忙着考试, 准备考试,因为我看好几位同学都跟我说了, 老师最近上课复习很忙,没有时间看直播, 也没有时间交作业,沐夏同学为什么不交作业, 告诉我原因, 是不是最近妆容太复杂了,找不到何时的模特, 对,我替你找了个理由, 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,课下能够自己练习好, 因为这样我才能知道你们掌握的怎么样啊, 我不知道我教了你们,给你们做完示范, 你们掌握的怎么样,太忙是吧, 现在是年底啊,有的工作忙, 有的是这个要忙着期末的复习, 看直播的同学越来越少了, 当当,逗逗逗竞童, 王妃的女儿, 看一下她,她是没化妆了, 我们看一下她这个造型的变化, 因为我们后面, 下周,下周就要讲服装搭配了, 我们看一下这个整体造型, 对人的这个气场, 有一个多么大的影响, 看她长发的时候, 这儿有一颗黑质, 就觉得是特别普通的一个女孩, 我这儿也有一个小黑质, 这里没太大, 看特别平凡的一个女孩, 单眼皮, 然后虽然有卧蚕, 然后五官找不着太大的缺点, 但是也没有看到太大的亮点, 但她剪完短发就不一样了, 她是偏长的脸型, 然后留了一个短短的刘海, 然后一个是修饰脸型, 然后再一个呢, 她这个纹身, 有没有了解这个纹身的, 这是为了她妹妹, 她不是有个妹妹叫李燕吗, 是王妃和李亚彭生的女儿, 有那个唇恶劣, 吐唇, 然后她为了跟她妹妹一样, 她就纹了一个在下巴上, 想告诉她妹妹, 就是让她不要在意这个, 当然李燕现在画画非常好啊, 都办画展了, 非常自信的一位女孩, 看一下找准自己的风格多么的重要, 咱们后面服装搭配的时候, 老师会, 你们可以在群里抱一下照, 抱一下你们的身材, 还有你们的长相, 老师可以根据你们每个人, 给你们定制出来一套完美的造型, 回去就可以迎娶白富美, 看一下她就是比较适合这样, 现在嘛, 什么现在那个服装搭配, 现在也可以啊, 现在也可以发到群里, 老师可以根据你们不同的, 这个给人的感觉, 这个气场, 还有你们不同的身形, 然后告诉你们适合穿什么样的衣服, 我们可以加一个淘宝的好友, 加一个淘宝的好友, 我们可以就是相互的交流一下, 这个服装的经验啊, 刚过了双十二, 又矮又胖还有旧吗, 那不是就是我吗, 我就是又矮又胖, 当然有旧了, 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优势, 还有劣势, 我就是比较胖, 脸比较圆, 但是我的优点是白啊, 所以我们就可以像我一样, 我就喜欢穿亮色的衣服, 因为穿亮色的衣服会显得脸更白, 就像打光板, 就像反光板一样, 咱们在那个摄影课上都学了, 拍人像的时候会拿那个白色的泡沫板子, 打到脸上, 脸上就会反的, 肤色特别好, 这就是环境色, 当我们穿一件白色的衣服, 这个白色的光就会反到我们脸上, 我们脸也会显得白, 而且这些鲜艳的颜色, 暖色, 也会显得肤色比较好, 气色比较好, 当你穿黑色, 黑色呢就是比较有气场了, 然后不会太显白, 但是会显瘦, 其实黑色并不是所有的黑色都显瘦的, 像两个行李箱, 一个黑色的行李箱, 还有一个白色的行李箱, 你会觉得哪个比较重, 看起来会觉得哪个比较重啊, 大小相等的两个行李箱, 一个黑色, 一个白色, 是不是觉得黑色的比较重, 所以黑色并不是所有的黑色都是显瘦的, 咱们在搭配的时候也要考虑进去, 后面我们会有服装搭配课, 我觉得两节都不太够, 咱要讲一节男生的, 一些女生的, 包括这个影楼造型, 还有拍照的时候怎么穿好看, 我觉得两节都不太够, 到时候如果同学们都很感兴趣的话, 我可以在下周或者下周的周三晚上, 给你们加上这个针对个人的服装搭配, 左边放上你的照片, 右边放上你比较适合的色系, 还有衣服, 因为这个关于穿衣服方面啊, 也是分冷色人和暖色人, 还有春夏秋冬色人, 还有这个浪漫型的, 优雅型的, 各种这个类型的, 所以我们在穿衣打扮方面也是很有讲究的, 像欢乐送礼的小包总, 就属于浪漫型的人, 他就适合穿一些比较带花的那种, 比较浪漫的衣服, 到时候再教你们, 现在说了直播课上没得说了, 当当这个大家都认识吧, 王子文, 我们看一下他的这个长发和短发, 对他气场上的影响, 他前段时间很火啊, 就剪了那个超短发的, 就是欢乐送礼的小曲, 曲萧萧那个小短发, 很深入人心, 大家都见过, 刚开长发的时候, 他也有这个长发飘飘的照片, 但是我没有放进去, 那个时候呢, 就显得特别普通, 因为他个子很矮, 留一个长头发, 一般矮个子是不太适合留长发的, 一般高个子呢, 也不太适合留短发, 因为这样的话会显得更加高, 然后矮个子留长发, 会遮住你的这个腰线呀什么的, 会显得比较矮, 是不是, 咱们都是觉得腿长好看, 上身短下身长, 才会显得人修长好看, 但是你的头发一长, 遮住你的腰线, 它就显得整个人更加的矮了, 所以矮个子不是太适合这个长头发, 而且矮个子不适合长裙, 咱们就是个子矮, 就是身高不够, 腿长来凑, 就把腿什么都露出来, 能露的都露出来, 就会显得人比较高挑, 而且领子不适合穿高领的, 不能穿太高领, 领子太小的这样的, 穿一个V领的, 或者是身上多一些竖线条的, 会显得身材更加的高挑, 看一下小台, 小台同学也是第一次来我们的直播课, 好像晚上的这个课, 同学们比较有时间对不对, 是不是大家白天都忙着复习啊, 晚上休息时间, 看一看我们的美妆天天练的拉寡课, 他穿衣服也是, 他都是穿很高很高的高跟鞋, 但是呢, 你细跟的哈, 对于瘦子来说, 穿细跟的是很提气场的, 会显得非常有气质, 而且小腿的线条会非常的流畅, 好看, 但是对于胖子来说, 比如说我吧, 我是比较喜欢运动的, 然后我的这个脚腕的线条会比较好, 但是我比较喜欢运动, 喜欢跑步, 喜欢走路, 喜欢那个就是喜欢一些运动吧, 所以我的小腿肚子会有肌肉, 然后我这样的情况呢, 穿细跟的高跟鞋, 正面看会觉得很好, 因为这个脚踝的线条会比较好, 但是背影, 背影就会觉得那个小腿肚子更加的发达, 因为穿那个细跟的高跟鞋嘛, 你的脚不就是立着的嘛, 也是在使劲的, 然后这个肌肉更加的圆润, 所以就不太好, 而且从后面看是一个圆圆肌肉, 下面一个细细的跟, 很奇怪, 所以对于一些比较胖胖的可爱的同学们, 你们要注意啦, 看小曲他就是穿一些那个细跟的高跟鞋, 而且我们不是说矮个子不适合穿长裙嘛, 但是他这一张穿了一个长裙, 但是呢, 这个高腰, 高腰开叉, 开叉很高, 是不是, 这样看起来这个腿若隐若现的, 也会视觉上觉得你的腿很长, 因为它是, 不是全部都露出来, 也不是全部都遮住的, 它是高开叉, 右边的腿可以看见, 左边的腿可以看见, 右边的腿可以遮住, 这样也会显得腿很长, 而且是高腰, 如果他把T恤拿出来, T恤拿出来, 遮住他这个腰线, 这样的话也会显得很矮, 所以我们矮个子尽量把腰线提高, 穿一些高腰裙, 或者是外扎腰这样, 看, 把衣服塞进去, 但是你不能有小肚子哦, 哦, 跑偏了, 咱们今天是讲妆容, 看他为了显肤色, 也会选择一些暖色调的口红, 比如说非常亮丽的橙色, 和这种很鲜艳的红, 没有太暗淡的颜色, 包括裸妆, 没有太暗淡的颜色, 而且呢, 头发弄得蓬松, 头发弄得蓬松, 也会显得脸更加的小, 他就抓住了他的优势, 他的优势就是骨架小, 瘦, 烈时就是长得太矮了, 你看他这样显得脸更加的小, 然后这么穿, 显得他身材很好, 也不会显得矮, 无心, 看一下, 我就插空, 我在这儿吧, 看一下无心长发时候的造型, 是不是很普通, 在大本营老是被别人吐槽, 老是被谢娜的风头压下去, 被娜娜, 娜娜现在已经当妈妈了, 那个, 而且服装方面, 他每一次, 每一期的节目, 他的衣服都不如谢娜的好看, 有没有发现, 景色同学, 他每一期的衣服都不如谢娜的衣服好看, 他长头发也没太有特点, 当时谢娜是中长发, 然后每次都打扮得很洋气, 而且镜头也很多, 但是无心的, 长头发穿的也普普通通的, 然后一期下来, 这个说的话也很少, 但是他现在不一样了, 现在发现他剪了一个贺本发型, 贺本发型不是说完全的是, 按照之前那个贺本的经典形象, 只是这种短刘海, 因为他的脸型偏长, 脑门特别大, 你看他如果留一个齐刘海, 普通的刘海, 会遮住他这个上庭, 但是他留短刘海就会特别的适合, 因为他鼻子很挺啊, 脸型偏长, 留一个这么短短的刘海, 显得他的脸型很完美, 而且最优点的, 最优势的地方, 鼻子, 看一下鼻子, 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准自己的风格, 找准自己的特点, 如果有同学, 你们不确定自己是什么样的风格, 什么样的这个, 适合什么样的妆容, 而且不好意思把自己的自拍, 发到群里的话, 我还是支持你们发到群里, 这样大家也可以看一看, 如果我遇到这样的模特, 我该怎么样去给他造型, 如果你真的是不好意思, 你就私信发给我, 可以在QQ上私信发给老师, 老师给你们一对一的指导, 该怎么样去画适合自己的妆, 和穿适合自己的衣服, 看一下无形就很适合短发, 而且他身高也不是很高, 短发就很适合, 而且这种妆容也很适合他, 看这个腮红, 跟咱们打的腮红不一样, 咱们打腮红的时候, 都是打在这个校机的, 往上一点, 苹果机, 往上一点这个地方, 横向纵向, 或者是放射状, 木下同学等考试完好, 祝大家考个好成绩, 因为你们考个好成绩之后, 才能有时间上美妆天天练的课, 我欢迎你们私信我, 大连比拼你在说谁说我吗, 你们在群里骂我, 我可是听到了, 大连比拼, 同学们可以在群里抱招, 大家相互认识一下, 而且抱招之后, 老师可以在下面给你们点评, 评论, 你们听过老师的建议之后, 再画一张妆, 再画一个拍一张, 然后发到群里, 大家都可以看看嘛, 当你遇到这样的人的时候, 遇到这样的, 这样不同典型的人, 你该怎么样去跟他造型, 这样大家也能学到更多的知识, 大连比拼, 说到哪了, 腮红, 我怎么不老是断片, 咱们都是打在这个笑机的网上, 这个地方, 横向或者是纵向, 斜角, 三角形, 但是它这个腮红呢, 是打到了这个侧面, 有一个牌子的腮红, 叫Colourpop, Colourpop有一个腮红, 也是可以打到这个于侧影衔接的地方的, 因为它那个颜色色号较深, 可以打到这个地方, 一个是提升气色, 再一个呢, 可以过渡一下我们这个侧影的这个轮廓, 紧色, 欢迎紧色加入, 这是它这个腮红, 那个腮红就是偏棕色, 棕红色系的, 一般的话, 我们日常打到这个苹果机上是用不大到的, 但是可以打到这个侧面, 像无心一样, 木下同学是不是老掉馅啊, 你怎么反复的登录, 好, 我又要找地方了, 当当我在这儿, 看下奖心, 奖心, 第一张, 网络不太稳定可能, 第一张挺胖乎的, 对不对, 这样看它太普通了, 也没有什么气场, 然后只挺胖胖的, 挺胖胖的, 而且脸这里挺宽, 它跟我不一样, 我脸上都是肉, 看我这种大脸, 就是脸上都是肉, 打受炼针或者是消骨都没有用, 只有减肥, 今天是我第一天减肥, 然后它这个呢, 就是一个骨头, 它这种只能是消骨, 但是这样看来, 它手也很胖, 就是感觉挺没有特点的, 就比较清纯, 谈不上是那种大美女, 但是现在呢, 它减肥之后, 也找到了自己妆容的特点, 就会变得很有气场, 女王范儿, 她的上身很宽, 不知道你们发现了没有, 她在欢乐颂里面, 上身也很宽, 一般上身宽的女生呢, 如果你的肩薄薄的, 挺瘦的那种, 穿衣服会特别好看, 尤其是穿那种宽大的男生的衣服, 会很有气质, 会很有气质, 但是如果你的肩很宽, 而且很厚的话, 穿衣服, 就算你下身很瘦, 腰很细啊, 腿很细, 穿衣服也会觉得特别臃肿, 知道吗, 如果你的肩很宽很厚, 穿什么衣服都会觉得, 穿了个大棉袄一样这样, 它就属于肩很宽的, 咱们看那个, 它演电视剧就能看出来, 但是现在呢, 它会选择一些就是, 从增高的方式来, 来削弱它这个肩部的缺陷, 穿高跟鞋, 这样就会显得这个肩没有那么宽, 因为肩是横向的, 然后咱们腿是纵向的, 这个腿一长不显得这里窄的吗, 腿长什么办法穿高跟鞋, 它现在喜欢穿很高的高跟鞋, 穿一些礼服盖住它, 然后这样就会显得肩没有那么宽, 然后妆容上的特点呢, 它会选择一些这个, 它放大它优点的地方, 比如说眼睛, 看是不是, 它这个眼线也画得非常粗, 你们看不到我的这个手啊, 它眼线也会画得很粗, 一般双眼皮, 一般像这种大双眼皮, 咱们今天画的一个模特也是, 是不太适合很粗的这个眼线的, 因为自然的这个双眼皮呢, 如果画很粗的眼线, 不是只画内眼线的话, 会显得眼睛小, 是不是, 初夏同学网也不好呀, 初夏同学来来回回, 进了六次了, 这个天然形成的双眼皮, 用眼线液画完, 会显得眼睛小, 所以只适合画一个内眼线, 然后把睫毛夹得翘翘的, 用睫毛去放大我们这个眼睛, 增加这个气色, 增加这个眼神, 但是蒋欣呢, 它现在就是画一个宽宽的眼线, 画一个宽宽的眼线, 然后重点呢, 妆容重点在嘴上, 看是不是, 这个紫色, 这个美紫色, 八笔色, 可不是谁都能驾驭的, 像我就涂不了这个颜色, 我涂这个颜色特别丑, 它皮肤很黑, 但是它就是, 皮肤比较白, 它就涂这个色, 它比我要白, 真的是一白遮白丑, 一胖毁所有, 还有发际线, 看一下它这里, 发际线, 前面老师跟你们分享过这个小知识, 发际线可以用发际线粉, 或者是眉粉, 我们来填充一下它, 看一下这种发际线的叶, 很尴尬, 是不是, 然后它现在呢, 可能就是用了这样的方法, 或者是换了这种发型, 然后让这个叶眉那么明显, 不然显得头发很拖, 好, 我们再来看这个眼妆, 这个是贴了两件毛, 因为它的唇特别弱, 所以就着重刻画的是眼睛, 然后眉形也有所变化, 还有同学们, 如果长期分一边头发的话, 看一下, 如果你们三期分, 长期分一边, 这个叶, 长期受太阳的照射, 它会变得头发稀少的, 所以同学们, 过一年, 或者过半年, 就要把它换一个边, 如果你长期这么分, 这么分斜刘海, 你可以下半年就这么分过来, 这样才能让我们头发, 头皮均匀的受阳光的照射, 不会某一边头发特别少, 特别拖, OK吗, 同学们有没有三期分的, 沐夏同学, 沐夏是什么样的发型啊, 你是齐刘海, 还是没有刘海, 话说, 这个齐刘海真的是很减零啊, 我上前几节课的时候, 留的是三期分, 然后他们就觉得我特别成熟, 然后我就剪了一个刘海, 剪了个刘海, 为了配合你们, 跟你们年龄一样哦, 哦, 你说中分啊, 中分, 中分是预解, 中分是预解, 高迪同学说大额头怎么办, 大额头, 咱们前面讲了, 额头大, 可以通过暗影修饰法, 去缩小这个额头的面积, 但是如果你平时不会画完整的妆的话, 平时日常不会画完整的妆, 就可以通过发型来改变, 可以留一个刘海呀, 这个空气刘海不就是用来遮大额头的吗, 齐刘海经常出油, 你说的太对了, 齐刘海真的经常出油, 但是我现在是两天洗一次头, 我没有那么的, 没有那么的暧昧, 叫脑壳老师, 叫就是我们的摄影老师, 他每天都洗头, 而且齐刘海他会不听话, 然后每天都会用卷发棒卷一下他, 因为每天来上班的时候, 他都是像一个太阳帽的帽檐一样, 这样, 然后或者是往一边翘那样的, 不太听话, 所以我每天都用卷, 上课之前都用卷发棒卷一下他, 但是齐刘海真的是显小, 我感觉我现在比之前显得年轻了, 中分遮脸呀, 夏天热, 出了一脑门子的痘, 哦, 出痘的话, 我们不要把它遮住, 之前有同学, 刘中芬啊, 看起来是一个大美女, 但是掀开之后两边全是痘, 这个头发是分泌, 它是很容易分泌油脂的, 分泌这个油脂呢, 粘到你这个痘上, 这个痘更容易削不下去, 更削不下去, 而且会长得更多, 所以我们如果有痘的同学, 尽量开始撩起来, 让它接受阳光的照射, 而且会削得更快, 有痘就不要用头发捂着它了, 嗯, OK吗, 同学们, 你们有没有用过那个免洗, 免洗喷雾的, 那我之前留短发, 就去年的时候留短发, 每天都要洗头, 有的时候来不及洗的话, 短发每天都要打理嘛, 然后来不及洗, 就喷一下那个免洗的喷雾, 喷完之后呢, 扑拉两下, 就头发就像洗完了一样, 但是那不是个长久之计, 就是某次应急的话, 同学们可以用那个, 你们用过吗, 免洗喷雾, 还有之前给你们介绍的小薄荷, 也可以啊, 也可以应急, 这个月氏风吟的小散粉, 也可以用它, 也可以用它来吸一下头上的油分, 因为这是一个控油的散粉, 用爽身粉, 你更厉害, 时捷同学用爽身粉铺头上, 那你更厉害, 散粉是可以吸掉头发, 分裂的油脂的, 欢迎暖暖同学, 时捷同学, 你们是不是也不在我们美妆天天的群里, 我都没有见过你们呢, 用爽身粉, 你看看也是可以, 看来你们懂得比我多呀, 很厉害哦, 然后这个是, 认识吗同学们, 认识他吗, 看一下他长得五官众, 最有特点的地方是哪, 是不是嘴巴, 你们觉得是哪, 你们认识他吗, 林允, 美人鱼里面的, 看一下, 他的这两种风格, 对, 林允, 他叫林允还是林允儿啊, 我今天说林允的时候, 那个春春老师说是林允儿, 因为我只看过他的美人鱼, 他的嘴巴很有特点, 而且他的牙都是那种小小的尖尖的, 他眼美人鱼太合适了, 很像小鱼, 他就叫林允对吧, 那看来我说的对, 但是, 有一个人叫林允儿, 我不太了解, 看一下这两张啊, 这一种风格的, 就是比较清纯, 比较少女的, 妆感很弱, 比较清纯, 比较少女, 一点的, 但是妆感也很弱, 但是这两个比起来, 那这个少女的形象, 比较适合林允, 因为在这种形象的照片里面, 我们可以看看别的明星的这种照片, 不如他的好看, 这个是适合他的, 就是他的风格, 但是这一种呢, 礼服造型, 像冰冰啊, 妮妮啊, 他们的礼服造型要比林允美很多, 是不是啊, 所以他的强项就是带他长的这张娃娃脸, 但是不是婴儿肥的娃娃脸上, 所以他就比较适合这种清纯的, 阳气的, 这也很阳气哦, 他的嘴巴是他五官中最精彩的地方, 所以他这个唇色, 你看这个是咬唇妆, 这个是全土的效果, 嘴巴特别立体啊, 不像打出来的那个嘟嘟唇那样, 都很白, 一白遮白丑, 一胖水毁所有, 有认识他的吗, 这是一个长得非常高级的模特, 我相信你们有认识的, 很多人的女神啊, 杜娟, 但是他早期的形象, 有点不太不尽人意, 看一下他长得是很高级的五官, 他纯天然的, 没有动过, 但是以前呢, 留一个比较土的发型, 然后眉毛, 他是眉尾, 颜色比较淡的, 眉毛长得不太够长, 然后他画了一个细细的挑眉, 然后那个眼影呢, 他眼睛, 就是全包围的, 像咱们今天画的这个舞女造型一样, 全包围的眼睛, 然后纯色选了这个桃花色, 后面再加上几株桃花, 简直是, 反正真心有点丑, 有点妥, 有点妥, 没有把它的气质展现出来, 然后右面这张呢, 就画了一个暗黑系, 但是眉毛呢, 还是画了一个细细的挑眉, 然后这个眼妆, 画的很浓, 上条形的, 然后唇色, 他漂亮的嘴巴没有涂出来, 他嘴巴很漂亮, 很立体, 很有立体感, 而且呢, 是那种圆形的, 不像刚才林允的那种大嘴巴, 他的嘴巴很立体, 也没有涂出来, 所以说了一个光悠悠的发型, 还是显得这个人很普通, 对不对, 很普通, 你不会一眼记住他, 不会觉得哇一个大美女, 但是右面这张就是他现在的一个形象了, 现在呢, 他的妆感很弱, 但是嘴巴, 嘴巴是他一定要涂的, 他各种颜色都能驾驭, 很高级的一个女人, 然后眉毛, 也是他眉毛, 后面尾巴颜色比较少嘛, 这个毛量比较少, 也是画的浅浅的, 很自然, 后面稍微带一些粗粗的眉毛, 没有画这种细细的挑眉, 然后眼妆, 基本为零, 重点是在嘴上, 就会一眼觉得他很有气质, 有没有, 感觉他读过很多书, 有没有, 这就是我们在给自己化妆, 在给别人化妆的时候, 一定要找出他五官中最精彩的地方, 还有他最适合什么风格的妆容, 这关于男生的, 看一下, 西瓜先生还在线, 看一下男生的, 这是余文乐, 余文乐最近, 最近, 怎么了, 结婚了, 余文乐结婚了, 他是我的男神哦, 看一下他早期的这个造型, 有点妥, 是不是, 一个是服装方面, 服装方面有点妥, 这个就是发型了, 他的冰角很长, 然后这样画下来有点显老, 咱们前面讲这个舞台中的硬汉造型的时候, 给他延长了这个冰角, 然后显得更加的有男子汉气概, 但是那个是在舞台当中, 咱们在现实当中呢, 如果你的冰角很长, 什么样的人并表裁很长的, 一个是少数民族, 他这里很长, 他长得很长, 再一个就是老年人, 然后这样比较显老, 而且眉毛呢, 很大, 然后眼睛, 眼睛当男生的这个妆感, 有点看不出来, 可能画了内眼线吧, 然后整个人感觉有点土, 是不是, 不像这个时尚教主, 一点都不潮, 大家现在就不一样了, 现在换了一个发型, 走大叔路线, 而且穿的, 这是一张, 他拍那个如果爱的时候, 但是现在穿的很休闲, 很时尚, 非常的fashing, 所以我们男生在穿衣打扮方面, 还有发型方面, 也是要留一点点小心机的, 咱们后面的服装搭配课, 会教各位直男们, 怎么穿衣服, 怎么搭配的好看, 怎么早日走向, 迎娶白富美的道路, 好, 这是最后一张了, 是咱们今天这个课的最后一个内容, 你们应该不认识他吧, 认识吗, 郑凯的女朋友, 不过这两天好像闹分手, 郑凯的女朋友, 他之前的造型, 你看, 他也是喜欢涂那种粉粉的口红, 可能是我不适合, 所以我就不喜欢吧, 涂着粉色特别显黑, 咱们看巴比娃娃那种, 非洲的巴比娃娃那种玩具哈, 他们才会涂着那种粉色的口红, 特别显黑, 虽然这个眼妆画得很浓, 眉形也画得挺好看的, 挺长的, 修饰脸型, 但是就是显得这个人不上档次, 感觉像在夜变一样, 是不是啊, 被旁边的这个杨幂的气场压住了, 感觉像是粉丝跟明星在合照一样, 一个是因为白, 一个就是他这个没有找准自己的优势, 他就是身材很好, 身材很好, 个子小小的, 喜欢穿很高的高跟鞋, 然后呢, 在那个如果爱里面, 不, 我们相爱吧, 在我们相爱吧里面, 都是穿得很漂亮, 很有气质, 看一下他当时这个妆容, 这个应该是只花了眉毛, 反正就是觉得土土的, 是不是现在找准了自己风格之后, 涂了大红唇, 眼妆减弱了, 眉毛也画成了一字眉, 不是这种长长的完美, 当然这个眉毛也是好看的, 找准自己的风格之后, 是不是就会好看很多呀, 好看的很多之后呢, 他跟正台分手了, 对不起, 我不应该八卦, 看来同学们都是放学了, 是不是下课了, 大家都来看直播了, 不过我们这节课就上完了, 看这节课就上完了, 看一下我们这节课上完了, 我要在这个里面跟大家说再见, 不生气, 不生气, 同学们, 还有什么问题吗, 还有什么问题的话, 我们可以一对一的再跟大家讲一讲, 没有问题的话, 我们正要下课了哟, 希望大家在后面的课里, 有条件的同学, 复习完你们要考试的内容之后, 赶紧教一教我们的作业, 去痘, 去痘给你推荐了, 那个狮王的去痘膏啊, 还有就是去痘的话, 你是那种脸上的闷痘, 还是长期就会长期都有那个成片的那种红色的痘啊, 如果是化妆品方面的那个焖痘的话, 建议你换一些补水的温和的化妆品, 油性皮肤是, 油性皮肤出油是肌肤缺水的信号, 咱们现在冬季特别干, 有条件的同学呢, 就两天复一次面膜, 甚至一天复一次面膜, 好了又长, 什么地方呢, 怎么这个课先上到这儿, 同学们, 这个木下同学, 你这个问题, 你在QQ上跟我聊, 咱们私聊好吧, 你可以拍一张照片给我, 让我看一下你这个痘, 是什么原因导致的, OK不, 因为我们课堂时间有限, 好, 有什么问题, 可以一对一的找老师, 关于护肤去斗, 还有买东西都可以问我, 买衣服都可以问我, 我是你们的这个造型师, 好, 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, 不生气不生气, 希望下周三晚上能够看到你们的作业, 能够看到你们精彩的作业, 好吗, 交作业的同学们, 祝你们不挂科, 祝你们稳固, 好, 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儿了, 同学们拜拜, 好, 好, 好,